當貼一個公告說 這裡要蓋派出所 然後這邊的樹全部要移走 那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辦 那當然有人就不願意有人出來抗爭 可是那個抗爭就 需要有人去持續去記錄他 那因為他就在我家附近 他這個記錄的責任就露在我身上 所以我大概在那邊一整個月 因為很久很久 在那邊有人聯署啊 或是有人去縣政府啊 那時候還是縣政府 這是在兩年前的事 然後我就可以持續記錄 原來是這個樣子 在Google上面他是這一塊 那有人出來抗爭 就放到樓上去給他整個拍下來 可是後來是沒擋住 沒擋住是因為民眾後來就散了 就挖了 其實這一塊啊 這一塊就是 這樣子 我今天下白去 今天下白去 那個圍得更大 因為他切了一塊以後 他就繼續切一切 然後民眾化解以後就沒有了 就隨便他了 繼續這樣子 那我們也要從這裡去理解一些問題 也許我們只是從說 這裡是我在運動 然後我希望 我希望這邊能 那個樹很多 有陰涼的地方 那可是我們要去 從這裡去理解一些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派出所要蓋的功能 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蓋 剛剛我們說自然很重要 可是派出所為什麼一定要蓋的功能 那他會跟你講很多 因為地很難找啊 什麼 可是以都市計畫的角度來講 為什麼 就沒有一個地方蓋的 你一定要蓋功能 那另外一個 我們說裡面很多島樹對不對 那 新北市 現在應該是台北線 台北市都有樹保條例啊 可是為什麼都這樣子 你說這個是移植嗎 這叫砍樹還是移植 拿去賣 拿去賣 賣掉 拿去賣 這樣大概也沒辦法賣啊 這樣都死掉了 這樣已經 其實他後來就移到旁邊去啊 我常常去看嘛 因為我住附近嘛 去看那個都已經不死了 這都沒有血斷 對 那為什麼有那個叫什麼 樹木自治條例 就這樣子 然後 還有一個 我們所謂國家暴力行情 我用這個字蠻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要蓋太出所 所以這裡就是他們的 他們以後要來的地方 所以只要民眾一去抗議 就這樣子 然後就舉牌 你們也去違反基督法 然後 然後 因為都是一般的居民啊 對不對 不像你們欸 你現在比較懂 你現在對 面對警察應該不會那麼緊張吧 有些場合啦 可是 那個都是一般的民眾欸 那有人看警察 喔警察來了趕快跑 還有些人 有些人比較要保護的警察 欸你們一定會有機油吧 別跑 所以 常常就這樣子 一有民眾來 然後他們就 巡邏車啊 摩托車就 一排人 然後就圍起來 這樣子 就是說 我在一個很單純 也許一個 剛開始這個很單純 一個要 要在公演開出所的一個事件上 讓人慢慢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的事情 那 這個來講 我覺得大家 就 要去 怎麼樣 想辦法啦 想辦法 也許你可能有一些 其他的知識要充實 譬如說 都是計畫的東西 或是 像樹木自製條例的東西 甚至 集合法的東西 你有沒有辦法 藉著這一個 Case去理解 然後去找資料 甚至去請教人家 那這樣子 慢慢的 就是增加你的能力 就增加你當公民記者的功力 那你寫出來的東西 也會 越來越多 越來越深入 越來越好看 雖然只是一個 一般的 人 那因為我們去關心 一些事情 我們被公民 可是當公民 他是要一個 靈靈的過程 你就慢慢要有那個 好像越來越厲害的 那個感覺 那現在這個是蓋好 這是蓋好 那我今天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沒去 那我今天剛好 我是 就跟一個朋友 去看那個樹木的樹木 我發現 他這裡又整個 又後面 又整個圍起來 又開始 那我就趕快打電話給誰啊 然後給誰啊 說那你又開始了 那我所謂的這個打電話的過程 也是因為我在當公民記者 我就開始認識一堆人 一些人 某個MGO 某個社員團體啊 或甚至某一個 獨立媒體啊 其實這個問題要講 可以講 我們看後面有沒有時間來說 這個問題 你們剛剛看到的 看到的這一張 就是 不是有人在抗議的嗎 那個大概五六百個人 因為我在上面 這一張 因為我在樓上我拍不下 才二樓而已 所以我們拍不了全面 那後面都是人啊 旁邊整個都是人 最上面那邊是工地 其實有五六百個人 可是為什麼還是失敗 這個可以好好談 我們有時間 我們大家來談這個問題 那所以我們還是要回頭過來 看我們公民記者的本身 其實我要強調一個東西 像我這樣的一個公民記者 我覺得是不好的 所謂的不好是 因為我到處跑 到處跑哪裡哪裡 甚至譬如說苗栗這樣子 其實這樣子 應該不能說不好啦 而是說 這樣子是 比較不好的發展方向 我們應該是要 在地的 最好就是我家附近 我們社區 一個小區區 可是有沒有辦法 一個小區區 一個小區區 一個小範圍 就有一個歐明記者 在看著另外一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以好奇寶寶的例子來講 好奇寶寶也是從廣時 對不對 廣時開始嘛 對嘛 可是我跟你講 你一個人看一個地方 你會挫折感太大了 你必須要分散 否則你的整個腦袋都在那個上面 你會崩潰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就住在廣時 無愛院的旁邊 所以那個就是 搞不好你每天就在那邊晃 所以那你的狀況最了解 有什麼事情 你也可以馬上 究竟 記錄一下 然後丟出來 所以那個地方的 一個是 就是說我們講的賽地觀點 賽地觀點 我們才能長期追蹤 那時候我也是 好奇寶寶我們也是 因為廣時認識的 雖然我們是共鳴記者 可是我們不認識 後來 我知道有廣時 那我就去找說 你來講我來拍這樣 可是 就我來講 我住板橋 我每次要去拍廣時 我都要跑到那裡去 對不對 這樣子對我來講 其實是負擔 而且 就像苗栗 他們已經在挖田了 那我 我再從台北跑去 我能拍到什麼 很困難嘛 對不對 所以 有辦法就是 你應該是 一個範圍一個範圍 就應該 想辦法 要有一個公民記者 在關心那裡的事情 那你才可以長期在追蹤後 然後再過來一個 關懷弱勢 這個是 也許是 是應該回頭過來講我們的初衷 我們為什麼 我覺得剛剛那個東西 應該要合眾跟聯盟 就是說像 你可以看到那個在廣池 我在廣池的時候 你有來幫忙 還有那個佳佳林 那個福州合宜 和宜住宅 那個他也有來幫忙 那當佳佳林他那邊在開會的時候 我也是過去幫他 你這個我同意 然後在北投的時候 那個什麼 那個阿Ben也是幫忙去找 沒有啦 這個東西要切開兩個看 你講的是串聯 串聯這個沒有問題 我後面會講 就是說我們公民記者怎麼樣串聯 可是就在地的那個題目的紀錄報導 最好就是由你 在地的公民記者去 想辦法去把它覆整出來 或是說你還有更大的場合 需要有人去支援 這樣子 那至於串聯 你某一個地方的議題的串聯 那個那個是 這個 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 所以有時候我到處跑 甚至去中部南部 去串公民記者 那個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過來我們講第二個 就是關懷弱勢 嗯 就是 就是